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弱势朋友他们的津贴多年没有调整 用什么方式一起来改善 那第二天预兴来了以后 很具体的告诉我们 像这个低收入家庭儿童的生活辅助 有18年没有调整 我听了以后真的觉得蛮心酸的 因为我们原先提出来调整5.27% 他们增加的数字还不到 一个月还不到100块 真的是有点拍摄 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基础这么低 你要想他将来制度化之后 能够得到实质的帮助的话 要把基础先拉高 否则的话调整了半天 他们没有感觉 也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说我们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也要花200多亿 但是真正的能够把弱势当中的弱势 能够提高到某种地位 不敢说好 而是说至少生活上比较过得去 所以今天我特别请玉兴来 因为她的一个建议 可以说让200多万人受惠 那我想请她来分享一下 这一个主题的看法 玉兴你好 总统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玉兴她虽然身体有点不便 但是我想每个人都感觉到 她的乐观 坚持长期奋斗 帮助这个社会的公益 让很多人都很感动 因为她的关系 使得大家更重视弱势的权益 所以许多人包括我在内 都对玉兴非常的敬佩 非常非常不感当 谢谢总统的鼓励 其实我要再向总统报道 我自己是19岁的时候 因为罕见疾病的缘故 就使得我变成一个需要依靠他人 来协助我完成生活起居的 一个重度的身心障碍者 不过也就因为有这样的身份 让我的确的能够深切的体会到 这些弱势者障碍者 在身心长时间承受的压力 恐惧无助 以及需要这些公共资源的协助 那么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长期在民间的服务和观察 的确就是会发现到 在我们的社会的角落里 还有一些很迫切 期待我们帮忙的这些弱势的朋友 那不过说个题外话 今天能够在这里跟总统分享 作为一个重度障碍者的经验 那我是感觉到 这是我们过去好多身心障碍前辈 共同努力的成果 那我们共同希望就是 能够建制一个更完善的制度 而能够去照顾到更周全 而且更有效率的 真正照顾到那些连求救的能力 都没有的最弱小的弟兄姐妹 这次的给我的一个体认 就是说每一个人呢 他面对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些意外 各种各样的情况 他都需要帮助 在这个时候呢 你不能够依靠这个善心人士的帮助 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是固定的 所以国家呢 还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所以国家这只手啊 打造了这个安全网 才是最可靠的 我个人过去也常常从事公益的活动 捐钱捐血 但是那个都是局部的 没有办法涵盖全面 所以社会福利一定要制度化 而且要能够满足它最基本的需求 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是 而且我们也知道 那一只国家安全的手啊 一定是一方面政府是真心的关怀 二方面是要能够听见 那些需要者的声音 那的确这些入市者障碍者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岁月里面 他们的声音 一方面不容易表达出来 二方面也确实不容易被听见 那么不过这一次我们看到 有好多不分区的这个立法委员 代表着不同的弱势族群的这些候选人 同时在前几天也听到了 在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里面 各政党其实对于社会正义 都提出了重要的看法 特别是总统您也提出了 未来施政的三大支柱 社会正义就是其中的一大支柱 我们感觉到这是 让我们觉得心里很开心 那我们这些弱势的朋友 不仅是往后声音可能被听见 可能可以被接受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一个 更安全更友善的社会了 几天前通过了这个有关 国民年金法 把老人的福利改善 然后再通过老农津贴 那这次就是非常大规模了 把它多年没调的 一次全部调来 调足 调足之后 四年后再按照 前四年的物价指数再来调 以后就完全制度化了 老农津贴 这次还是照惯例调一千 但是四年后就是按照物价指数来调 也不会说一次都是一千 那么同时也有排付条款 跟所有的社会福利都一样的 因为不排付的话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那像这些都是 这个历年来调整幅度最高的一次 层面最大的一次 可以说是我们上一次 这个大修社会救助法 把社会人数从26万增加到86万之后 又一次大规模的 大幅度的这种调整 那我们要感到很抱歉 就是说我们过去对这些弱势的照顾 当然是有 但是真的不太够 我想你站出来登高一呼 别人讲可能没有那么大效果 你一讲你本身是弱势 然后又能够很清楚的表达 我想大家听的时候都为之动容 所以我们很快的就采取行动 你看从17号你来这边 12月2号就完成了 对 所以是非常非常谢谢总统 还有政府的支持 我想这样的改变 是让好久没有调整 的确这些社会救助的项目 这么久没有调整 让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 确实的得到了帮助 而另外长时间在这些领域服务的社福团体 也得到了很大的鼓 是 那因为人都有脆弱的时刻 不管你多坚强 碰到天灾地变或者其他人为的因素 那这个时候就要靠我们整个社会来帮助 每一个人都不是单打独动 这个社会都应该是他的靠山 但是以前我们做得不够好 我们以后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 将来我们还会继续的发掘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我自己的体会 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他没有工作 我们给他工作 好像看起来解决问题了 可是有些人呢 他没有工作 你给他工作他也没办法做 他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他没有这种条件 所以说你必须要给他各种各样的现款 或者是福利的服务 想能够把他拉住 因此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贫富差距要减少是很难 但是增加很容易 有钱的人永远会更能够赚钱 穷的人更不能赚钱 所以差距会拉大 这时候就要靠社会靠国家 把资源能够很有效地分配给这些弱势 是没错 其实我们如果扩大这一些 对社会最底层困苦人民的帮助的程度 那么确实我们就能够是落实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很具体的做法 而且也确实是国家经济安全最后一道防险 而且也像总统刚刚说 也是我长时间非常心痛的一个课题 就是我们整体社会财富重分配的一个重要的机制 看到先进国家帮助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 其实可能是从15到20的这个比例 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继续来帮助这些朋友 就你所了解的这些社会团体 他们的反应如何 我的确是接到了一些弱势团体的电话 他们都感觉到非常欣慰 也很高兴政府回应了他们长时间以来的理念 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诉求他们的渴望 所以是觉得获得蛮大的鼓舞 而且这次虽然是说从400块到1200块不等 金额对于一般的中产阶级来说好像钱不太多 不过对于这些社会最底层很贫困的家庭来说 确实有实质的帮助 而且更重要的是让这些朋友可以感觉到 我们整体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关心他们的 让他们在困难的生活当中有信心有勇气 不坚不放弃要坚持希望继续往前生活 这个是不仅是有钱有行的帮助 无行的这种鼓励和祝福 对这些最底层朋友也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制度建立好以后 社会人会更多 是对我们觉得这个制度化是一件很重要的机制 重要其实为什么因为国家资源毕竟是有限的 怎么样能够透过更多的对话 让我们这些社会福利资源如何做有效的分配 还有一个讨论的标准也是相当的重要 就能够透过这个制度化的方式来让更多人一起思考 然后在有限的资源当中我们如何去安排 也照顾最底层的朋友 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共同期待的一个方向 除了制度化以外 我们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公平性 社会福利他们都需要帮助 不能够独厚一些或者是忽略其他的 所以这次强调的是公平性跟制度化 那希望将来这类社会福利不要成为选举 政治人物喊价的一个标的 希望能够让他脱离这些政治性 这样的话对弱子的保障比较能够可靠 而且持久 那么其实我们一上任就推动国民年金跟劳保年金 这都是喊了几十年的 在我们任内开始推动 你像老人家就是劳工 以前拿一次退休金 越用越少 活得越久 钱越少 那我们现在改成越退 而且拿大概可以拿到退休的时候薪水的七成 你拿四万块一个月的就拿到两万八 这样他们感觉上最大的差别就是 第一个活得越久拿得越多 而且呢 他的这个 他说我虽然继续变老 但是我老得有尊严 不必向子女伸手 其实老人家我们都会变老 有一天你没有赚钱能力了 要靠这个退休金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那种尊严的感觉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人活着不是只是求一个生存 尊严是很重要 那还有其他的许多的 包括我刚刚讲社会救助法啦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点外界比较忽略掉的 就是我们去年开始实施啊 中产阶级啊都减税 本来你税率是21%的降到20% 13%的降到12% 6%的降到5% 光这一个动作再加上标准扣除额 所得扣除额这个把它再提高 还有一些扣角额 拿到薪水的时候的扣角额也都降低 这三个动作一共释出来差不多500亿 就这个对象就是中产阶级 就是要缴税的人 像很多弱势是不需要缴税的 这是针对要缴税的 但是是缴税急剧最低的那三种 这个效果其实是500多亿 这是看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 但是它无形中呢 它的购买力就增加了 因为它支出减少了 这也是一种帮助 这不是弱势是中产阶级 因为这个富有这个阶层 其实不需要再去帮助了 主要是中下这两个阶层 这个我们也就努力再做 每个阶段的朋友 其实我们都看见 听到总统的用心 那这些也都是我们共同关怀的 那么但我们再回到这个 社会救助的体系来看的话 如果往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来讨论来盘整 我们这些社会救助体系的资源 如何让它有一个系统 让我们更理解这些资源 怎么使用更有效率 也许也是我们共同期待的 这方面我们一直在努力 但是这个社会福利的预算 在过去很难变成所有正式别的第一名 但是明年就是101年 我们编了4072亿 还没有加上这次这个社会福利的津贴的增加 那这个是有史以来预算最多的一年 4071亿 同时呢它占整个中央总预算的21% 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过去的话很少超过18% 19%了 这次能够超到21% 也是非常的难得 那从这样的开始以后 我相信这一两年内 这个福利方面的前途会比较大幅改善 这有助于拉近贫富差距 是 因为我们也知道 我们这次的这个修法 确实是放宽了这个贫穷线的认定标准 让很多其实它真的是很困难 可是它有一些资格不服 而事实上它是在非常极度的贫困的状态之中 所以相关的标准能够放宽 门槛能够放宽 也就是照顾了最底层的这些朋友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让实质需要帮助的人可以得到帮助 对 它两个意义 一个是把贫穷线提高 更重要就你刚刚讲的 认定的标准放宽 原来你很穷 可是你有一个有富有的亲戚 你很可能就领不到了 那现在的话呢 把这个认定的标准放宽之后 就算是你的亲戚里面 他的财产到了一定的水准 也不影响你成为一个贫户 所以你想看 从26万增加到86万 增加了60万人 就是标准放宽的结果 谢谢总统 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该做的 因为这个不是国家的施舍 这是政府的责任 是 是 是 如果你捐钱 那是你的爱心 这个国家是有这个责任的 是 他说国家就应该有爱心 是 因为成立国家的目的 就是来帮助人民嘛 是 总统说 这就让我想到 这个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弱势病患的服务里面 很多人都问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去照顾这些万分之一 百万分之一的这些 罕见疾病的病友 我们花这么多医疗资源 在这些重度疾病的人的身上 有什么意义 我常常收到这样的提问 那我自己总是有一个感觉 我就说呢 每一个人都有生老病死的风险 也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命运 但是强壮的人 可以帮助软弱的人 比较坚强的人 可以帮助比较弱小的人 那么可以讲话的人 可以帮一些不会讲话的人 讲讲话 能够走路的人 可以帮我们这些动弹部的人 多走两里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的社会 真的会是一个充满着温馨 有尊严 而且充满爱的社会 我在想这样的社会 不是只是我们弱势者的渴望 也会是我们全体国民 平安幸福的基础 这个国家的资源有限 也许在过去的年代 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现在有了 你像健保 现在99.4%的人民 都涵盖在这个安全网里面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你想想看 过去几年 这个金融海啸 经济衰退 很多家庭可能就撑不住 因为一旦穷的人 常常病也比较多 这有时候两个之间 是相互的关系 会是我们的循环 对 会循环 所以说有了这个健保之后 这个问题真的是缓和很多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赶快去年推这个二代健保 健保这么好 绝对不能倒 所以把它稳住了 今年 明年开始实施 大概五年内 就不必再挑战这个费率 让这个能够正常的运作 然后我们利用五年的时间 再找出更好的办法 让它能够永续的经营 所以这一点其实是 我们政府非常重要的责任 健保它是社会保险 每个人还要付钱的 它严格来讲 它不算社会福利 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些 社会救助 救助它是属于救助性质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政府 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我未来会把这项工作 当作我们最首要的工作 因为我们在其他方面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两岸和平了 国际社会比较友善 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精力 来关注我们社会的弱势 让这个社会更公平 更温馨 谢谢总统 谢谢 辛苦您 我们应该做的 所以我还希望你继续 能够在不分区立委的角色上 继续为弱势发声 就是期待你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期待你听那些 不能走路的 没有机会说话的 或者没有选票的人讲话 那天王玉敏小姐说 他服务的对象 都是没有选票的 但是政府照顾的对象 不能看他有没有选票 我们都要照顾 是 我一定全力以赴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总统 谢谢